都是閃上去 然後三控 做一個爆發性的輸出 最高我現在的狀態 應該可以打到250萬-300萬 一般如果碰不完的話 都會有100-200萬的彈出來 Yo大家好 我是OC 今集我們繼續玩Diablo 我們講今集的主題之前 我們輕輕講一下28號Diablo更新了那個Patch 更新了什麼 更新了的東西 大致上簡潔地講就是更新了三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職業做了對平衡 第二個就是惡夢地城的收益大大提高了 包括裡面撞到的事件和精英怪等等開寶箱的經驗值都提高了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再拆你的蜘蛛洞 可以乖乖地拆回你的惡夢地城 升雕聞同時升你的呢 第三樣東西就是你開了惡夢地城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按進去 然後它就可以有一個傳送給你飛過去了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史詩級的優化 但是這裡有人說好了 有人說不好了 為什麼說呢 因為有些鬥M就覺得 你這樣改了之後 沒有了跑去地圖門口的儀式感 就變成這遊戲好像變成了一些手遊的速食遊戲 我真的想不到原來有人這麼鬥M 不過anyway我覺得做了這個優化之後 是大大提高了我拆地城的動力 因為要不停跑去地城都相當麻煩 anyway 其實更新了這三樣東西 當然大家其實最關心的東西就是關心職業平衡 其他職業我就沒有看到了 但是我只留意了法師的職業平衡 那更新的東西可以說跟更新之前是沒有分別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這次更新的技能 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些冷滿技能 就算更新了 它造成強度的增幅也真的不是太多 強度增幅不太多的情況之下 大家也不會真的為了你這小小的更新 而做一個改變 再加上這遊戲大家都知道是用腳做平衡 然後再加上暴雪 它簡直是用腳字A做平衡 這些更新根本就是不足以大家去轉個流派 或者去玩玩一些冷滿的技能 我相信因為這遊戲都是出了一個月做更新 我覺得未來應該會還有很多不同的更新 去apply到你這個遊戲的實際生態入面 令到有些冷滿的職業可以拿出來玩 但這些東西都不要期望那麼多 它真的出了之後才再慢慢說 好啦 那我們說回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集就會去繼續介紹法師的Build 大家都知道這個頻道基本上是玩雷法 因為也沒有那麼多時間玩其他類型的職業和法師 雷法現在可以說研究得算是臨尼盡致 要打的輸出都能打到的了 60層如果說再認真一點打的話 我相信70層都能打到的 輸出其實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 但問題就是雷法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無論你玩連鎖先邊也好 或者你玩墊邊也好 它的生存力普遍都是偏低 原因是因為玩高層數的一些副本 你被一隻掛研一下 很大機會你已經躺下了 而雷法如果想做一個高輸出的話 它基本上真的要靠傳送術 配合這個無限法鋪 把一隻掛研去身邊做一個輸出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拉過來不要立刻殺了它 或者是殺不完的話 就會導致這隻掛研放技 或者遠距離的掛研射到你 你就會當場暴斃 這個也是雷法一個非常核心的缺點 不過anyway 我覺得這個缺點玩得小心一點 應該都可以克服到的 今次就轉回玩連鎖閃電 在這裡講一講 連鎖閃電和閃電五連邊 最大的分別就是輸出的穩定度 連鎖閃電的輸出穩定度 是會高於閃電五連邊很多 這裡我們介紹到標之前 最後講一講的分別給大家聽 無論是閃電五連邊也好 或者連鎖閃電也好 他們的輸出手段 都是閃電 然後用冰環 即是冰箱新星上翼箱 然後再加火焰甲 可以定身 造成1.7x1.7x1.7的爆發線傷害 即可能打到百幾兩百萬 無論我閃電五連邊也好 或者連鎖閃電也好 我都用這個方法做一個爆發線輸出 爆發的時間非常短 大家都知道我們定身只定了三秒 就算加長的控制也可能只有三點幾秒 要在這三點幾秒中 打出高的傷害其實是非常講究的 如果玩閃電五連邊的話 雖然它攻速快 但如果你爆擊率不夠高 你真的刻起來的話 可能你真的爆得一兩下 或者一下 這個情況就會令到你的輸出大打折扣 但如果你玩連鎖閃電的話 我們會配合一個威能 就是當你100魔的時候提高你的爆擊率 基本上如果這樣玩的話 你的連鎖閃電基本上是滿魔的時候 100%爆擊的 這個情況之下 你閃了過去放三控之後 再出的輸出 基本上一定爆擊 一定爆擊的話 你的輸出的穩定度就會大大提高 基本上去到六七十層 如果你輸出是夠的話 兩百多萬打下去 連鎖閃電的輸出穩定度 是比閃電五連邊高很多 當然如果真的有辦法 撐到你的爆擊率去到六七十層 然後撐下去下下爆擊率 另當別率 但我自己暫時覺得 連鎖閃電的穩定性是高很多 再加上因為我們是玩法師 我也是覺得拿著雙手像放魔法 比較像一隻法師 我就不想拿單手像出別人 所以我決定玩連鎖閃電 所以如果你對連鎖閃電 有興趣或者喜歡玩連鎖閃電的類似 這條影片就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我們先介紹一套裏 一套裏給大家看看裝備 裝備方面 大致上跟我們一般玩法師都差很多 裝備的屬性方面稍微跟大家說一說 杖的屬性我們有爆擊傷害 液傷傷害 電擊爆擊傷害 同時我們希望會有一個主屬性 如果有洗四樣東西的話 這把杖都算畢業了 然後手套方面要有爆擊率 連鎖閃電4L 以及電擊爆擊傷害 戒指方面就要有液傷和爆擊傷害 而頸鏈方面一定要吞噬之火3L 然後頭盔 最理想可以加智力 加到冷卻 加到最大魔力 當然加一下生命也可以 鞋方面希望你有降魔 傳送術 冰凍新星 還有加移速 褲方面就是減傷的褲 翻譜方面就是綁定無限翻譜 裝備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特別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頸鏈要放100mAh加爆擊率 這裡如果滿了的話 應該會加到60%的爆擊率 如果60%的爆擊率 即是說你的爆擊率只要撐40% 你就會滿爆了 40%有什麼概念呢 就是你兩隻戒指起碼要有6%的爆擊率 還有你的手套起碼要有10%以上的爆擊率 才剛好撐到你有40%爆擊率 如果有的話 你裝上頸鏈就基本上下下爆了 而回魔方面 我們會放在戒指道裡面放回魔威能 而武器方面 最理想我們就用雙手武器 放冰凍、魂和定身 這三個狀態之下會增傷威能 大家都知道這三個是獨立計算的 是1.7x1.7x1.7x1.7的 所以最理想就是放威能力的武器 但如果沒有的都不要緊 慢慢打回來就有了 好 裝備方面大概就是這樣 顛峰盆給大家抄一下 抄就可以了 不用理解那麼多 配點方面 大致上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應該OK的 都是跟我們之前的配法一樣 最重要就是我們吞一支火藥星門 為什麼呢 講了100萬次 不過現在講了N加一次 就是我們附魔 要有冰冷和火焰彈 火焰彈附魔之後 就會觸發到吞勢之火的效果 吞勢之火 就可以幫你增加爆擊傷害 對燃燒的敵人 這裡白嫖給你30%的爆擊傷害 如果你有戒指加3 會直接變成60% 和150%的爆擊傷害 所以這裡基本上 所有法師都綁定火焰彈 而冰箭附魔 就是用來加白箱的技能 大致上是這樣 增傷的東西都是這幾個屁 之外我們就講一講實戰的一些技巧 實戰跟我們之前玩的一樣 都是閃過去 然後三控做爆發性輸出 最高我現在的狀態 應該可以打到250萬至300萬 一般如果控不完的話 都會有100-200萬彈出來 以這個輸出來說 60層的精怪 基本上都是給你一下彈爆 就算彈不爆 你暗多兩下 它也會彈爆 因為就算我們放不到100%魔力之下的100%爆擊 我們有40%魔力的爆擊率都非常之高 所以輸出都相對非常穩定 好了這裡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知道 連鎖閃電的法師 其實它的清怪能力不是很高 怎樣說呢 因為它每一次打人 只可以打5隻怪 5隻怪你是要用魔去打這5隻怪 同時我們要撿電波 所以輸出頻率不是很高 但其實連鎖閃電 我們真正清怪的 除了連鎖閃電本人之外 我們還會靠它的cracking的電流 電流就是我們撿電波 然後你的身體會流電 電落一些怪 這個傷害你可能覺得不是很高 但當你的刁紋增加了之後 和你的顛峰盆增加了 這個cracking的電量傷害之後 其實電下去 如果做了一個三控狀態之下 再電下去 它會做到50-60萬傷害 可能你的level再高一些 或你裝備再漂亮一些 可能電到過百萬也不奇怪 我自己沒試過 但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至少我現在三控情況之下 如果電下去爆擊的話 它會去到50-60萬傷害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覺得50-60萬傷害 可能不是很高 但其實你想一下 這是一個額外的傷害 如果這個額外的傷害 配合連鎖閃電 其實電下去就很高傷害 即是說如果你打黃的時候 你打均勻了一隻黃 用連鎖閃電 一下打下去可能兩百萬 連三下的話 即是怪已經被你打了六百多萬 同時你的cracking電流 可能在這短短的輸出時間內 電它四五下 每四五下 這四五下都爆擊的話 每下你可能都有50萬傷害 即是四下可能已經多了兩百萬至三百萬傷害 在這裡的話 其實你想一下 打黃已經這麼高的輸出 打小怪基本上是捱不到你一小小的電擊 這小小的電擊基本上已經可以幫你清掉很多怪 所以玩樂這套錶除了連鎖閃電可以幫你清怪之外 其實cracking的電流都是你清怪的手段之一 同時cracking的刁紋都可以增加你的傷害 所以刁紋方面我們都會放cracking的刁紋 配裝和輸出手段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也看到其實輸出方面都相當足夠 但是老實說就算輸出真的夠 其實打到高層或是60-70層 你被掛碟一下其實都很容易部位 這個都是雷法的硬傷 唯有打得小心一點 就算加錯防裝之後 其實都很難避免青鷹怪一下撞爆 如果說你真的很穩定 和你打得很小心的話 只要輸出夠的話 基本上你上面的流程都可以打得過 好像說廢話 其實就真的是這樣 衝層的話我們打精鷹怪 基本上都是屍賣三控秒 秒不到的話就真的暴斃 秒到的話基本上你那一層 打小心一點就會過 好大致上是這樣 連鎖閃電的玩法大概就是這樣 我想應該都真的沒什麼進步空間 我想之後應該可以打到300-400萬 我想再上應該就真的是他極限 如果你問我他可不可以打利利斯的話 我想未來應該是可以的 不過應該不會直接靠連鎖閃電 可能要靠其他手段 將王打勻之後再用連鎖閃電打利利斯 但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我不如拿其他流牌去打吧 不過我知道大家真的可能情有獨鍾玩雷法 我都盡量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透過雷法 用雷法在現階段打贏利利斯 還有很遠的路 因為我一百里都未到 佛系星 OK 今集就來到這裡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這條影片幫到大家的話 記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給你朋友 我是奧斯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